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广西卫视 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一张存放在桂林市档案馆的一份 桂北游击队游击报的号外 也是该管现存的桂北游击队出版的 唯一一张游印报原件 尽管时间久远 但是游印报的文字依然十分的清晰 主板消息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攻克衡阳 直扣广西北大门 这份报纸传递了革命的声音 鼓舞战士的斗志 透过文字似乎在呐喊 人民即将迎来新天地 1949年10月 经过恒保战役后 白虫系军事集团遭受重创 败推广西 并以桂林林中心推行 广西总体战计划 在贵北交通要道上大肆破坏道路桥梁 抢走空市驱赶居民 妄图通过空市经验制造无人区 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权了 组织欢迎解放军委员会 私情委员会 用这个名义来筹击粮食 所以这个解放军一到全州 到贵北的时候 粮食供应没了问题了 好像到了解放区一样 负一平21岁时加入地下党 参与了贵北游击队 多次粉碎国民党围剿的斗争 广西解放前夕 人民群众盼望解放的呼声 愈发强烈 贵北游击队从最初的30多人 发展到4700多人 创建了贵北近百万人口的游击区 形成包围桂林市 及夹击相跪铁路的战略态势 1949年11月7日 解放军揭开了广西战役的序幕 国民党118师562团 匆忙从全州往贵林撤退 却在途中获得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大坦无称的密探 听说国民党聚集在山正 就密报了在我们的八坦无称 有一支贵北游击队在这里 国民党的56562团就临时决定包围自国游击队 贵北游击队被贵系视为眼中钉 11月8日清晨 战斗打响了 国民党超过900人的部队 占据有利地形 将300名游击队员围在后山 人数和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游击队 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4年八环土为者 葡萄 在两个方面是伴来的 如果如果生意双方泡 需要使用 是可以修就是 就是哪个方向没有修 好 往上面跑去可以躲 四面八环土为人 当年15岁的村民王曾喜经历了这场战斗 70年过去了 当他抚摸纪念碑上烈士们的名字时 依然感慨不已 在大唐乌战斗中 30名敌人被击毙 但是也有18名游击队员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 国民党官兵洗劫了大唐乌村 将牺牲游击队员的耳朵割下来 其中三名女游击队员还被残忍地割掉乳房 敌人的疯狂暴行激起了贵北游击队 和广西人民将国民党彻底赶出广西的决心 11月13日 在泉州县湘江东岸的柏鱼山上 解放军第41军12-30侦察连与贵北游击队会师 准备迎接大军南下 十年20岁的马飞是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 广西工作队的成员 当他跟随主力部队抵达进入泉州的屏障 黄沙河渡口时 见证了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热烈拥护 老百姓对我们大军 我们共产党毛主席这样对新中国的建立 也是非常支持 当时这个工兵部队要架设那个扶桥 他们把那个自己的门板全部捐给这个大军 铺在那个扶桥上 那样的话就是大军就是过来就很方便了 就是临夜就基本上就是在对岸的大军就过来了 十七日凌晨 一二三师在贵北游击队各部配合下进入泉州 发现敌军已全部溃逃 不开一枪就解放了泉州 这是广西战役后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泉州解放后 贵系贵北部队匆忙往兴安方向逃窜 一二三师继续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追击敌军 其中三六八团接受命令 化装成国民党部队直插敌军第二道封锁线 前忙保护大龙江大桥 十一月二十日深夜 三六八团沿着香跪铁路往南追击 只有风雨声伴着脚步声 很快铁路另一侧又赶来一支队伍 夜幕之下 士兵们穿着雨衣或缩衣 无法看清对方的容貌 偶尔有人凑过来打招呼 你哪人呢 我是哪人呢 铁路两方啊 我是什么什么想的 我说咱们是好想的 好高兴 这样一起病走 突然夜色中的火花闪烁 铁路一侧亮了一道微弱的光线 有人划起了火柴点烟 借着火光 张武魁部队的战士发现 对面竟然是真正的国民党部队 原来这是国民党赞兵第一师的残部 一些士兵也来自北方 因此他们将解放军错任成了友军 368团进入国民党防线前 部队下达命令 如与敌军相遇 不到万不得已 不得开枪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 双方竟然以如此戏剧化的形式相遇了 面对一触即发的敌情 368团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大概一个团长那是 他发现是我们的 古江 这是古江 他发现我们了 为什么呢 他家这里这个 咱们叫警委员呢 都过来了 那个团长告诉你 叫他过来 一叫叫我派长 派长不去吧 要暴露 去吧只要是死 好 从铁路这边到这儿去 一到铁路那边 这才都准备好枪 他一转的都拍上一转 啪的一枪给打上来 他的枪一枪不要紧 咱们咱们咱一下就行了 这一枪打那个路边 你看咱们进家 那个冲锋上打 打死了就不空气了 不打没死了 老乡啊 你这么开枪了 老乡啊 说开枪了 一个小时后 战斗结束 解放军368团 以微小的代价 将敌军大部分揭灭 俘虏八百余人 一九四九年冬天 解放广西的战火 把这片红土地 映得更红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路穷追猛打 直逼桂系省府 所在地桂林 白崇喜为了逃往海南岛 早已把主力部队 调离桂林 剩下临时拼错的 桂林驻守部队 也早已独心恋战 但是为了鼓动顽固的 反动分子继续抵抗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报纸 发布不实信息 11月20日 广西日报 接到白崇喜秘书 口述的新闻稿 文中说 白崇喜正在桂林指挥战事 而共军已被堵在 黄沙河一带 但实际上 焦头烂额的白崇喜 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 为南逃计划 做最后一搏 此刻 解放军先头部队 已经抵达桂林城外 桂林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也开始积极地筹备 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工作 那时候学校都不用我们出去了 我们自己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以后就去铁标里 11月22日下午14时30分 解放军大军进入桂林城 中山路两侧已经站满迎接的群众 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了歌声 这一天 孙中平与张武魁所在部队的女子宣传队 不期而遇 在参合的时候我就悄悄地问那个 问那个女同志 我说要有人参军 你们收不收 他讲收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记者 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 在他的战地笔记 战斗者的中国中写道 桂林到处都是荒废的迹象 可是秋天新鲜凉爽的气息 却愉快地从街上飞进 确实已久未打开过的窗户里来了 1949年11月26日的广西日报 刊登了孙中平等人参军的消息 三年后 孙中平与张武魁 两个共同见证桂林解放的年轻人 一见钟情步入婚姻的殿堂 70年过去了 当年那些在战场上英勇冲杀的 贵北游击队队员和生龙活虎的 年轻解放军战士 大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是那一段军民一心 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传奇 依然感动着人们 同时也激励着我们 沿着革命胜利的道路不断前行 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 记录的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7年的4月 视察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公用码头的情形 正是在北海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要打造好向海经济 为广西如何释放海的潜力 给出了时代的答案 广西拥有一千六百二十九公里的海岸线 一弯相满十一国的北部弯 给广西带来的不仅是春暖花开的诗意 更是向海而新的蓝色火力 位于北海市的铁山港 临海工业园 是北部弯经济区里的千亿园区 乘风破浪的巨龙 日夜不息的门机 零次置笔的灌塔 共同奏响向海经济的灰红乐章 岳章的指挥手正是园区里的建设者门 像今天这个门机的话 我开这个门机载重量是四十吨 熟练的机首 一个小时可以装卸二十四个箱 一分五十多秒 苏群远 铁山港公用码头最早的一批门机首 每天坐在三十米高的操作台 一坐就是八小时 要拨动一千多次挡杆 装载货物量超过五千吨 机械重复的劳动 坚持十年并不容易 我们一开始应该有三十个人学机 现在留到港口的 就是只剩五六个人 也是被我爸劝下来的 说你干嘛要跑这个东西 你要坚持 苏群远的父亲和爷爷 都曾是北海的港口工人 一家三代人 见证了北海港口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海角港是北海最早的港口 小苏的爷爷参与了当年的港口建设 上世纪七十年代 小苏的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职业 成了海角港上的一名船员 当时人们干活全靠肩挑手扛 很久很久没有闻记 偷使的就用人工 托个人的路 人扛多重 一百人左右 挖那个航道的时候 被那个干尸城 就是挖的 挖的船上面 他就要拿那个干尸城 固定那个船的话 在一头就抓获了 就是那个条我干尸城把它打断了 左边的内骨 说起这句话 我现在讲讲都有点那个 可是后面是七八个月 他就来那个干活了 北海港口的发展 正是一代代工人 紧跟时代脚步 努力奔跑的缩影 1984年 北海被列入全国首批 14个沿海开放城市 北海港石布岭作业区 应运而生 2008年 国家批准实施 往西北部湾经济区 发展规划 铁山港越海而起 于2009年12月30日台港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已建成四个十万吨级博位 两个十五万吨级博位 年货物吞吐量 从2010年的117万吨 增长到2018年的2033万吨 看到港口从千吨级的码头 到万吨级 到现在的十万吨级 我们家都有人参与 到里面去 是多多少少心中 都有那个成就感 如果把铁山港码头 必做机械手 与集装箱演奏的交响乐 那么位于园区的另一家企业 中石化北海炼化 则如同一手舒缓的小调 但是它的能量却足够巨大 2018年 其一上缴税金121亿元 是广西第二家 年缴税金超百亿元的企业 它每年原油加工量 达到650万吨 并在中石化系统内 率先将产品质量 提升到国六标准 在这家拥有700多名员工的企业里 一位技术牛人的名号 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在业务这一块 它就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偶像 女平我们叫他长剑鸭大神呗 大家都说就这工作堂 干嘛不要票 工友们口中这位牛人 叫周财辉 是北海电话 常检压装置车间的主任 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叫油头 油头呢 整个说法呢 就是石油 这个开采出来以后 第一道加工环节 把原油里边的 这个组分 就包括去油 煤油 柴油 包括辣油 把它根据不同的组分 不同的飞点 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把它切过 分开 每年加工650万吨石油 周财辉领先的 常检压车间 是原油 倒优质成品油的 第一道保障 必须要把好第一关 练好每一滴油 才能为下游装置 提供良好的原料 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练好每一滴油 这具信条 让周财辉 从一位普通的石油工人 成长为链化行业的技术标兵 2010年 它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14年 以它为核心的 全国示范性 劳模创新工作市场里 聚集全场骨干 攻坚克难 2015年底 北海链化 进入四年一次的 周期性停工检修 并计划改进装置和工艺 将原油处理量 从每年500万吨 提高到650万吨 这是劳模工作室成立后 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不是简简单单 加长加大就可以了 那个汽车 我要 我拉10吨 我要改到20吨 我多上两条 塔黄 增强一点 增高点 就可以了 没有这么简单 改造升级 关系着全场的效益 也关系北海链化 在行业内的地位 既要节省成本 又要按时完工 周才辉带领团队 在两个月时间里 经历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煎熬 一天里边 最多能睡两个小时 最多能睡过两个小时 而且不是离开办公室 就在办公室 打个盾那样 两个月的时间里边 体重减轻了20斤 2016年初 北海链化顺利完成 第一次停工检修 经济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2018年 实现产值375亿元 并朝着千亿元产业的目标迈进 从业30年 周才辉从行业发展中 深切地感受到 时代的巨变 国力的提升 03年 我们国家纯粹就是一个 盐油出口大国 我们叫做 公布医求 自己用不完 还有销售 还不到20年 现在我们的石油加工能力 从原来的一页多吨 现在超过了六页多吨 百分之六十多 是靠进口 石油的消耗里边 就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真的是不可想象 这十几二十年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周才辉在平凡港费 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与这片海共同成长 共同收获 蓝色的北部湾 也正是一代代年轻人 挥洒汗水 追逐梦想的港湾 中石化北海液化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铁山港领海工业园内 最年轻的企业之一 从航拍的视角来看 厂区就如同漂浮在海洋上的 一张棋盘 时刻都在上演着人与管道 阀门的博弈 李军 北海液化天然气公司 潮车冲装站主任 他带领的团队 平均每天都有180多辆 LNG贯车要及时冲装 这是一项安全生产要求极高的工作 每辆车冲装前后 都要操作阀门的话 要超过30次 180辆车的话 那你可能就达到 3000多次 4000多次这种情况 只要人为出现一次失误 可能就会出现非常大的 后果或者是风险 北海液化天然气公司接收站 年处理LNG能力600万吨 折合天然气达80亿立方米 可供4000多万户家庭使用 每年有超过5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通过曹车装运进入到城乡工厂和千家万户 李军所负责的操车冲装站 每年要冲装 换一辆车 操作一百多万次阀门 这个有时候我们的阀门很紧 最严重就是火灾爆炸 最开始我们投生产的时候 我那时候紧张到什么程度 晚上睡觉我都可能做梦 都梦见这个 梦见过最坏的情况 当时都把我瞎醒了 很难想象到 负责如此重要赶费的李军 是一位80后 2012年 23岁的他大学毕业 和30多位同期毕业生 一起进入到北海液化天然气公司 见证了这片土地从无到有 当时整个这一片都是大海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这个陆域还正在坐 就是我们过来的时候 包括这个路都没有 我们需要坐船过来 它是吹沙 就是说通过挖沙船 从海底把沙挖上来之后 然后再吹船到我们这里 就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 一艘小小的渔船 满载着一群80后的梦想 在北部湾海域上 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 七年来 这些年轻人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吹沙舔海而成的小岛 也成长为中国西南地区 最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基地 我们看到这四个厨外 就把一天一天 一天一个样子 一天一个样子 有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着它成长长大 因为我们 感谢观看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 从吃饱到吃好 食的变化 见证了社会的变迁 在广西就有这样一种美食 从路边的小吃 到产值过亿的网红产业 承载着百姓人家的酸甜苦辣 其实柳州螺丝粉 它最早是夜市的 螺丝粉就会在大街小巷 或者是夜市场旁边的夜市汤 浇上几碗螺丝 以后浇上几碗粉 就这样在那里喝起来 黄祥端 这个开朗干脸的柳州女子 掌管着一家 螺丝粉品牌连锁企业 她做的螺丝粉 酸 辣 鲜 烫 强热的味蕾冲击 让四面八方来的食客们 唇齿留香 吃一下 提个宝贵意见 柳州螺丝粉 这个味道很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的柳州 餐饮夜市逐渐兴起 也正是在那个年代 十八岁的黄祥端 从来宾的一个小山村 跑到柳州 做卖瓜子的小生意 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与螺丝粉 结下了不解之缘 更因此开启了一段 长达三十多年的 创业奋斗 等于说她还算是 我的红娘 因为我们到常常吃螺丝粉 就会很喜欢 去跟老板沟通聊天 我们用的这种话 就叫料饭 一来二去都喜欢 跑去那里吃饭 它饭也好吃嘛 所以一来二去 就认识了 认识了 慢慢就转化成男朋友了 1987年 婚后的黄祥端 靠着跟亲戚借来的 全部家当 骑着三轮车 开启了螺丝粉摊 成了柳州市 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这部车 就等于像生病一样 那我们创业的时候 就赚了第一桶金以后 就买这部三轮车 都是曾经 陪伴着我们黄祥一起成长 每天早晨来到工厂 看到这些 时刻的提醒你 不管现在走到什么时候 不管走到哪一个层面 就不要忘记 当初的创业的艰辛 从上世纪90年代 成为第一批 进入门店化经营的小摊贩 到几年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 开启三家螺丝粉分店 黄祥端靠的不仅是 勇于尝试的胆识 还有他老手口味品质的 执着努力 因为我当时租那个 铺面的是三厂 同时就算是可以做90个人 当时的话用工 你想想看 我卖八毛钱的楼市本 我用工是用12个人 卖八毛钱 我能做到7000多 谁都不相信 都说我在做假 当时人均月工资不过千元 而这不起眼的民间小吃 螺丝粉 却让黄祥端一家 早早过上了小康生活 更多的人们 则是在迈入21世纪后 亲眼见证了螺丝粉产业 迸发出的巨大活力 2008年 柳州螺丝粉 入选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 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标签 2012年 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让柳州螺丝粉在全国名声大噪 众多连锁门店登陆各地餐饮市场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当地政府全力助推螺丝粉 成为行销全球的网红美食 从2014年至2018年 柳州代装螺丝粉生产企业 由一家迅速发展到58家 300余个品牌 电商销售平台达到1.2万家 日均销量突破100万弹 年产值由5亿元 发展至将近40亿元 最远销售至加拿大 日韩等地区 柳州螺丝粉产业园 螺丝粉特色小镇项目 如雨后春笋陆续建成 而黄祥端和他的螺丝粉品牌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却放慢了脚步 春笋的消费提高了 消费者对产品的这个味型啊 味道啊 就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 那么在对比的同时呢 消费者他最真实的东西 他就会体验得出 什么样的产品 才是真正正正的换位 那么我们作为传统的餐饮员 最大的挑战就是 要不断地创新 更新产品 又要做到传产 把这个老的味道保存下来 比起挣钱 黄祥端更注重的是 螺丝粉产业的生命力 经过几年的蓄力 黄祥端和他的团队 成功地研制出了 螺丝粉的核心技术产品 达到了门店产品 与袋装产品80%以上口感相似度 如今的黄氏真卫螺丝粉 不仅在全国的门店 发展至近百家 袋装螺丝粉的销售 更是文明全网 每年产值近千万 我们国家的政策 经济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 以及我们的物流 这个变解 使我们的螺丝粉的整个产业 快速地弹飞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 从个体户到现在的规模发展 我们得益于国家政策经济的发展 与支持 可以说有了足够 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所以在皇室以后的发展中 我们一定感恩祖国 回馈社会 我和我的祖宗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和我的祖宗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和我的祖宗 我和我的祖宗 每一座高山 我和我的祖宗 每一座风 渺渺渺渺渺 潇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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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宗 一刻也不能分割 大骇潇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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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 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心窝 你有礼物 母亲也脉搏 和我诉说 我爱过过 爱情爱情 别走入门 我们通过 恭喜十年到春天 永久新年到中国 我的祖国和我 像百合的花一朵 当时那海的石子 还是那浪一宫 每当大海在微笑 我就是小的漩涡 我很担着海的忧愁 分享爱欢乐 我就是小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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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的花一种 我就是小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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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回事 我就是小的漩涡 要瘡 有大灰 为大海摩 周代子 我就是小的漩涡 甚至我 黑神侣 心中一副 我可以心外的宗国 你是一大海永不难喝 永远给我一浪清光 心中一副 心中一副